熊子 要不要吃一點點看看 謝謝 100克2塊 100克2塊 大家好,我是Yuki,大家好,我是Yuki 快过年了,就是搬来新加坡第一次在这里过农历新年 因为新加坡的人口比例有75%都是华人 所以过农历新年的气氛也是很浓厚 因为之前都是住在日本 所以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感受这种农历过年的气氛了 这天我们到了新加坡一个很有名的办年货的地方 就在这个小贩中心的三楼 这里的气氛很像台湾的泥画街 就跟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吧 这里的三楼有很多新加坡人都会过来这里办年货 离过年还有三个多礼拜 但是一进入口就可以看到好多人来办年货 哇,你别 有很多人喔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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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间 等快过年的时候我再过来大采购 不然一些糖果饼干如果太早买的话 不到过年的时候都已经吃光光了 厉害 这些过年的干货跟台湾也是很像 有干香菇还有鲍鱼罐头 和一些坚果果干 这些干货有称重的,也有一包一包包好的 还有这个海参专卖店 看到这间店都是专门在卖糖果饼干的 还有一些坚果 生意很好,都是称重的 今天也顺便过来看看价格,买一些试吃看看 旁边也有在卖称重的年糖 看到这些就真的很有过年的气氛 这个多少钱呢? 很便宜吧 一百克两块 这很便宜吧 看到这些称重的腰果的价钱真的有比超市便宜不少 那这个腰果呢? 腰果是多少钱? 一斤二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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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吃 这个是什么啊? 这是辣的吗? 这是辣的吗? 对,一点点辣 一点点辣 对 柚子你要不要吃一点点看看 谢谢 店家也很好,会让客人吃吃看看 吃了这个没有吃过的饼干 带一点香茅味的泰式米果 嗯,开心耶 阿贴你买这个 你要多少? 这要买多少? 今天就打算买一些回去 快过年的时候再过来 200克 200克 你吃看看 你 谢谢 生意好好喔 喜欢吗? 喜欢,那你要200克 蛤?黑瓜子啊? 这个200克 你们最多 最少要买几克? 200克 好,那200克 这100克多少? 200克 好 好 我之前都给你了 全部买到完 7块钱 这个味道是? 这个没有做红的 没有味道 这个炒鲜的 一点 就是有点咸的味道 你要拆吗? 拆一下 好,那这个200克 谢谢 200克哈 可以可以 好,谢谢 就这样我们先买了一些回去 看看价格 试试味道 等快过年的时候 我们会再过来 今年新加坡的农历年 也有三天的休假 也是打算在家里 嗑着瓜子 吃着坚果 看着电视 边看边吃 这个市场好像有很多店家 就只有营业到除夕的前一天 而最近有问了一些 小贩中心的店家 过年会不会放假 有些店家好像也都会放假到 初二、初三左右 逛了一圈之后 我们到了一楼的小贩中心 这个小贩中心 这间也有很多很有人气的美食 我们也坐下来休息一下 找到了一间很多人在排队的甜点店 这间甜点店卖着很多古早味的甜品 有这个花生汤圆 还有这个很怀念的绿豆蒜 这个绿豆蒜在台湾其实已经很难看到了 上面还有加上一些油条 看起来很好吃 这就是绿豆蒜 这就是绿豆蒜 和皮抜在一起 这个是K先生第一次看到这个绿豆蒜 三、三ドル 哇 花生汤和汤圆 还有红色的 好吃 在新加坡也常常可以看得到 这种很怀念的甜品 很酱 热 热 这个超热 但是好吃 这个绿豆蒜真的很好吃 就有点像在吃八宝粥的味道 也有点像在吃Bigobe 好吃 好好吃哦 好怀念的味道 这可能是你没有吃过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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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绿豆蒜 台湾也很难 很珍貴 很珍貴 DESART 柚子还是很喜欢吃湯圆 最后我跟K先生把这个绿豆蒜吃光光 吃完甜点之后我们就去小贩中心的外围四马路走一走 这里有两间四面佛参拜的佛堂 还有这旁边是新加坡很有名的一间观音堂 朝拜的香客也是非常多 观音堂的前面也有很多卖花的小贩 我觉得这里的气氛很像台湾的龙三寺 而且附近几栋大楼里面也都是有在卖一些佛具用品 也有在卖一些新年的摆设 一样也是很热闹 这就是新加坡的迪华街 对,像迪华街 这里是新加坡的迪华街 而这附近的店家一样也是在卖一些干货 还有一些坚果 就像台湾的迪华街的店一样 我觉得走在这里附近很像台湾的迪华街跟龙三寺的混合版 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这大楼里面有在卖一些工艺品 玉、花瓶 还有一些中式的摆设品 里面一样也是有几间在卖年货的地方 平时都是在卖一些干货 而到了过年都是卖一些年货还有年堂 这里面一样也是很热闹 好多人都已经在大采购年货了 好多人都已经在大采购年货了 这里的店家平时是在卖燕窝还有泡森 过年都是在卖年货 这里一整堆都是在卖年饼、年糖 有看到金币巧克力 这里都是一包一包包好的 每个包装都有印上满字 很有过年的味道 还有在卖花生酥 过年就是要来这种传统的年货市场走一走 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 不只在大楼里面 这边周边的一楼也是有一些药材 还有一些干货的专卖店 店家都把商品摆得琳琅满目的 也是很有气氛 还有有卖这个你喜欢吃的 可是家里还好多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看完这支影片之后 有没有感受到过年的气氛呢? 还是很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bye bye 是的,之前的店也有购买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好